11点42 开始了D组的第一场比赛 还行啊 我以为会12点才能打到D组 提前了20分钟 阿米跟秦宏 二段跑抓 11点40开始了 是吧 那还行 合持他们C组这轮用了一个小时20分钟 然后A组用了一个小时25分钟 这都差不了多少的 骗到一个CD 这组起码两个小时用不上 如果比分拉得比较开的话 对吧 看一下第二局啊 对吧 这组有慢的 但是快的也多 叶峰跟鸭王也快 能把速度拉一下 看一下这波八神 阿米在进攻 再轮到秦宏了 瞬间起身退到角落啊 这一下这套包王很熟啊 跳抓没有 这个前A 很难很难很难啊 很难攻进去啊 起红这波 想攻抢到了 瞬间拉后拉到角落啊 刚出来往外拉一点战略空间啊 又被刚回去下盘掏到 这个大跳想跑啊 但两边血量差不多 靠出来接必杀吧 先带走 还是打到十秒 ABCD呢 A组最好看 我觉得都还可以啊 都还可以 每组都有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啊 A组的话 就是看黄毅能不能拿到一分 对吧 B组的话 就看老K能不能被淘汰 C组的话 也就那样 看小鸭跟何时 谁争 谁能争到第一 避开吴之辉 黄毅拿到分了 从吴之辉身上拿的 老K被淘汰了 何时小组第一 现在就来看地组这边了 地组这边打法都很吉特啊 秦宏这边打阿明这么稳的吗 没有 他们18年佛山有一个比赛啊 当时邀请了灰灰老K他们啊 叶峰都没去 最后何时秦宏小鸭三个人去了 三个人分到了同一个半区啊 一共就八个人啊 一个半区四个人 这仨分一块了 经过艰苦厮杀 这个何时进了决赛 把秦宏进了决赛 对面阿明啊 一代劳 但是没打赢 秦宏是冠军 何时跟灰灰在半决赛碰面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那怎么呢 首轮碰到才开心啊 成了 小葵花带走 火山带只要进多少 一万块钱吧 关键好像是 也没露出来 我其实给的时候是一个信封里面啊 挺厚的估计有一万 那要是里面要都是一块的那可能就一百块啊 估计不能 肯定是一万 因为秦宏掏出来茶来着 半点了 刚刚那下不是大葵花小葵花伤害的问题 是解封之后小葵花可以连上 大葵花连不上 直接小葵花可以连 而且提前输入 基本上是没有失误的 这种求稳的时候啊 这血量刚刚好可以带走 小葵花是一个非常可靠的选择 这下死不了啊 千赫还剩一点点 应该是一个里头取消过去啊 点他一下 气没出来 气出来是不是要刚 对 还没死 3C啊 这是3C的时机 卧槽还延迟一下 他要早出一下就跟千赫相杀 会被踢脚 这 千赫给大门补血 但是死了啊 直接雷光拳了 你看 都说这边打的慢 其实还可以啊 全还可以 对吧 看一下这局 阿明这手板边原地挑 不次于暴王体啊 不次于暴王体 实际不对 先走 先走 乱动 抢一套大葵花 看看压制啊 打个低点的跳C 然后 哎 这跑抓 把拖 时间不多了 其实就八神打八神比较慢 其实我想掏个下盘 包王体一是什么招数 是在19年的时候 叶峰跟包王的一场比赛中 包王那个针区 一直远地跳 一步都不往前 被叶峰命名为包王体 秦鸿都暴气打了 这大猪 不敌 对啊 叶峰起的 他们都说是我起的 哎呀 我能那么有才吗 我 把气展出来 哎 好了 对啊 对啊 包王的 才有量 PT99包 是不是 看一下这波 哎 升了 再搞 再来 还来不来 这回没赶上罗 啊 他们这个机还得拿掉 要不然进不了身 哎 卧槽 这前赫偷队太近了 等大妄为啊 哎呀 还浪费一颗气 你看到没有 哎呀 我这前赫 之前赫无语了 这个啊 巨大的优势 对吧 贴脸去掏下盘 然后bug阵这一波 他是想生龙 加点气 对吧 结果出来一个封印 听到没有 把气还给耗掉了 啊 这不是 是狠啊 是狠 千赫没有破阵技能 他们在起身的时候 被阵起身的时候 都会出一个生龙之类的招 啊 就是 在爱揍的同时 加一点点的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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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 be 哦 啊 啊 啊 反三 三比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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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